中藝人壽香港超級聯賽週一晚獨腳戲 在香港大球場上演 由香港飛馬硬坎和庫大埔 兩關在第一週賽時都未搶到3分 這場自然希望有分落袋 開賽初段兩邊都踢得較為保守 和庫大埔在站穩陣腳之後終於在18分鐘出擊 六支豪角球開出 到門前營鼎只是在柱邊出界 他們之後再有陳文輝27分鐘接應新組全中施射 但這球就食不承認 梁卿傑輕鬆接實 而3分鐘後這腳同樣無攻移環 新組接應金文基瞄傳閘位起腳 過不到張志勇 雙方擊戰下球就入不到 不過就以5張王牌圓結上半場 亦邊之後六支豪繼續組織攻勢 陳文輝53分鐘接應六支豪傳送 帶到閘位起腳 考驗不到梁卿傑 3分鐘後再有新組禁區內混亂下起腳 不過都是過不到09 香港飛馬去到58分鐘有黃金機會 查理事左路擺脫對方守衛落到底線傳中 遠處的陳曉峰窩李秋蛇 可惜都是無攻異環 把握不到黃金機會就被大埔有機可乘 廖偉葉接應勞高短傳再傳中 陳文輝門前一流 由新組撞射入網 在64分鐘打破僵局 落後的香港飛馬急起直追 再做木側69分鐘獨闖龍潭 但在對方守衛令下直射高出 而隊友查理事87分鐘 這腳同樣是不爭氣 至於陳曉奇傳中 都一樣不能夠轉化為入球 不過不要緊的 好戲在後頭 陳曉奇禁區內妙傳 查理事衝前一睹 就幫主隊攀平1比1圓場 不過在圓場前發生一段小插曲 61分鐘被換出的金文基 因為投訴過擊被伏兩黃一紅 而在他離場之際 因為踢水樽而引起飛馬式球員不滿 飛馬的陳偉豪之後 還被直紅趕離場 雖然如此 香港飛馬最喜歡1比1迫和對手 一人拿走1分 東網體體育報道